因為轉接的這個過程會造成訊號的丟失 就是拚不叮噹 會拚不動啦 這一點稍微注意一下 轉接跟直接的差異 細線這邊 講完了 接下來要講光纖 光纖的線跟一般的這類的線 這類的線 通常有包編織金屬網 這類的包編織金屬網 第一個是結構 非常的堅實 比較適合外場可以採的 而且它這些線材呢 有抗干擾的功能 它的外包覆呢有抗干擾的功能 這下子就又更玄了 各位 這麼粗的線 350 這麼細的線 我的媽呀 550 你會沒有辦法用量化的價值觀去看待線材之間的差異 就是告訴你功能不一樣 這種線呢 很穩 是高速線 也沒有太多的問題 這2.0的 可以跑4K的 5公尺 你拿比較好 5公尺你給我賣350元 你這個東西 0.8名給你賣550元 這價差差那麼多倍 所以不明就裡的人真要罵我黑店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是台灣上市公司 這是台灣的上櫃公司 萬序店業做的線 然後呢 肯家代理的 他賣550元 這個是台灣做的線 品質很不錯 這是大陸做的線 品質也不賴 比較之下呢 大陸的線呢 跟台灣的線有什麼差別 都能跑4K 然後呢 線比較粗 所以賣的比較便宜 但重量呢 分量十足 其實現在這樣講了 你的技術能夠做到那麼軟 那就是你的價值 軟線 那穩定器呢 你也只能買它 所以它賣的這麼貴 不是它材料本身 是因為它的特殊性 應用性 它就是穩定器唯一選擇 這種軟的東西 穩定器要這個軟的 所以這個市場 就是運用在那個特殊的情況之下 那Monitor 攝影師希望舒舒服服的收線 收的乾乾淨淨小小的 那你就是買這個了 沒有必要選擇 這個這麼大的 體積大的 這麼便宜 驗證一件事情 東西做得越小越精緻 就自然而然越貴 那麼這是5米HDMI2.0高傳輸的線 這是2.0版本的 2.0版本跑4K絕對OK 再來要告訴你們一個觀念 你們可能有不曉得的地方 這個是4K的線 但是呢 我們插進去之後 如果不亮的時候 教大家 把頭顛倒過來 把它 原本這樣插 相機電視 變成 這邊顛倒過來放 相機電視 顛倒過來 基本上 再不亮 這個時候 你就要去試一下 別的裝備了 因為有的時候 就是你那台相機 就是我講的 它就是點不亮 挑線 那麻煩你換一台相機 通常都會解決 點不亮 不是怪線材 先怪你那台相機 為什麼那麼難點亮 這個 5公尺 2.0的線材 只要350元 接下來我們來看 150公尺的HDMI線 再來告訴你怎麼省錢 然後這個是8公尺 650元 這個是一樣的牌子 這沒有關係 好 現在來看光纖 比較稀有的光纖 光纖的線呢 它有方向性 各位看一下 上面寫sauce 就是接相機的位置 Display接電視 但是呢 你如果沒有看到這兩行字 你只這樣看的時候 如果點的亮呢 就是50%50%的機會 點的亮50%的機會 點不亮也應該的 記得就像我剛教你們的 那 光纖線呢 是有方向性的 好不好 然後再來 這種就是屬於 被動式的HDMI線 還有一種主動式的HDMI線 要插5V的電源 才有辦法使用 那一種不太適合我們 這個也是外場用的線 也是活動線 那這是全光纖的 那這一條呢 我們是20公尺 20公尺 這20公尺 好的 接下來精彩的來的喔 20公尺4200元 但是 為什麼又差了快10倍呢 就如同我講的 它的特殊性 光纖有 光纖它的這個特殊性 有比較拍走 然後 它能夠做到 關鍵的100公尺 嗚 各位觀眾 100公尺長什麼樣 這100公尺的 我告訴你啦 這一種線呢 足足省下了 五分之一的體積 100公尺你知道有多大嗎 要一個人扛喔 可是現在100公尺 已經被做成小小的一坨 就這麼一小坨 100公尺 這叫光纖的HDMI線 很多人到今天都還在誤會一點 我的訊號呢 就一定要HDI的 我要SDI的 我要SDI的 但是你不要忘記一點 SDI什麼都貴 什麼都不便宜 然後SDI呢 才能夠拉到100公尺 這是完完全全 如果成就的觀念 那是在以前 才會有 SDI才能拉長線的迷思 這一點呢 請您不要誤會 其實啊 HDMI早就進入了100公尺的 領域了 那以前呢 確確實實 10公尺呢 有時候會亮 有時候不會亮 這是真的 現在已經很成熟了 來到了100公尺HDMI 沒有任何的問題 好 這個是 這個線呢 也是光纖都是40公尺的 都是同一個牌子啊 40公尺的 好啦 我們HDMI線麻煩幫我回去喔 好 跟你們講 銅軸的 金屬 金屬的 編織的 還有軟線的 還有光纖的 每一種HDMI呢 都有它的 應用需要 跟應用領域 其中 有一件事情必須注意 都回去 你如果是要用忍者 要入4K落檔的限材呢 一條就是一兩千塊 短短的一條 那個錢你沒辦法省 但是你如果要省的話呢 就是帶著你的相機 帶著你的忍者 到我這邊來配 忍者的附廠線 幾百塊錢就有了 不用配到幾千塊的那一種 那你就可以買個兩條 三條來保護自己的安全 好 今天介紹一下我的聲音 厲害了我的聲音 這是BOSS的聲音 BOSS現在用的聲音 Lock 我的聲音為什麼能夠乾淨 其實也沒有什麼 我聲音乾淨的原因呢 源自於我用了一個叫做 耳掛式麥克風 這個 配合這條線 穿到我的衣服裡面 拉下來 送出去到這個裝備來 這個叫Lock這個裝備呢 分別為有超級白 還有熊貓黑 超級白它的白呢 是真的很白 白到讓你想買 白到你喜歡 白到你會覺得好白 那超級白賣得很好 那我可能是全台灣 擁有最多超級白的這個存貨 因為我有我的客群 有足夠的實力 能夠吃下這些量 那根據代理商的分析呢 我也是全台灣超級白 賣得最好的經銷商 我是不是可以去跟原廠問問看 一家店最多最多可以賣幾台超級白 那我想我應該是可以算是名列前茅的 因為我這個白色的這支麥克風 我賣得非常非常的具好 好那今天的聲音呢 就來自這個 Lock 厲害了我的Lock 一對二收音麥克風 那老師們喜歡它的話呢 黑的 傳統 白的 純潔 好看 尤其配白深山 哇那個收音可以說是完美無缺 所以呢 根據BOSS的經驗 只有小孩才會做小孩 選擇 你想當小孩嗎 我想不願意 因為我們都長大了 只有小孩才會選黑的 只有小孩會選白的 你只要是個大人 應該是黑白都要各買一套 看今天的心情呢 用黑的 看今天的心情呢用白的 所以呢 黑白都要買一套 小孩才做選擇 好的 台灣代理商公私貨 這邊服務大家今天的收音 希望您會滿意 今天的收音還可以嗎 能不能回答我 今天收音還OK嗎 好的 今天要叫耳瓜式麥克風 還有Linja供電充電 Linja供電充電 好的 Linja供電充電 接下來要講精彩的東西了 好 今天要講的就是 欸我們的那個Dolly賣了幾台了 Dolly 這個Dolly呢非常的特別 就是 它可以 單鏡 圓角鏡 四隻了 好 我們Dolly賣了四隻 你把握機會 今天這個是真的是大師推廣架 我只準備十隻賠錢賣給你 因為這一類的東西賣的這麼便宜 其實是沒有 完全沒得賺的 第一個鷹爪 第二個圓角 那需要看示範的朋友呢 我待會示範給你 這是第一項產品 新的今天來的 這是我入行三十年來 三十五年了吧 對啊入行三十五年了 因為我十六歲十五六歲 我十五六歲就做這一行了 我三十五六年來 第一次看到這種產品 就是 鷹爪 馬蹄 還有圓角 都能夠用的 這個我真的沒見過 這真的是很厲害 第一次見到啦 所以我們也希望 讓大家知道有這麼厲害的東西 然後伸縮的 材質都還不差 做工也OK 好 這個是第一項產品 叫做多利 多利 第二項產品呢 來自於米伯公司做的 這個 這個紫滑板呢 這個以前我們在買一支是一萬二到一萬八之間 到現在還有人 還有的品牌是賣到這個水準 一萬二到一萬八 這叫做多利 多利 那這個叫紫滑板 這個紫滑板是鷹爪用的 好 鷹爪用的 那鷹爪用的呢 什麼牌子可以用呢 薩雀 滿佛羅特 圖瑞絲 都可以用的 這個呢 雅惠 雅惠麻煩一下喔 那個紫滑墊呢 紫滑店賣多少錢我看一下喔 一千零五十的這個多利賣八百八 只有今天十支 那紫滑店呢 七百喔 七百 七百 那我就賣你 四九九 你不要瞪我啦 你瞪我幹嘛 不要瞪我啦 啊 剛被人家瞪了 開心啦 因為其實我對這個產品沒有太大的期待 因為我覺得說 我們採購量雖然還算不小 那又那麼便宜 那東西能好到哪去 後來我今天拿到非常的開心 因為 八百八你能夠買到這一支兜裡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不可思議 真的是不可思議 所以我就是覺得 在這麼困難的時候呢 就這樣子吧 賣個開心就對了 好 那 請 請雅蕙把這段直播發給工廠 讓工廠能夠看到我們的努力 服務我們更大的這個消費群 給我們更好的這個價格優惠 好 煞車也有了 它不單單 不單單做一個給你 你腳再把它踹下去 這邊煞車就可以了 好我們踹一下這邊 煞車 這 幹不是我在講耶 這不是我在講的 我要看它的工廠到底會嚇到嗎 這個兜裡呢 挑兜裡有技巧的 你今天 看我跟著我學 挑兜裡你就賺到了 妹妹腳腳 幹 好東西 完全沒有ASOB 完全沒有2266啦 我跟你講 挑兜裡鎖完之後 再去這邊細節動一下 看有沒有間隙 我真的媽不可思議的講 就是說這1050的東西 做到今天這個境界 我覺得不可思議 這在我們以前是非常貴的東西 絕對不是幾百塊的東西 那今天這樣子便宜賣的原因是 因為這個牌子叫Mipo Mipo Mipo 它來到了台灣上市 剛剛在我們台灣上市 新品剛上市 那我們會被大量的庫存 那先拿10支出來和大家開心交朋友 然後說真的 說真的 那拿到那邊去的 拍那個方向 這一群腳架 過去 準備 好放放放放 再退後再退後 再退再退 可以 好那我準備過去了 不只是跟大家做朋友 然後再給我一支單腳架 可以放他的 不只是可以跟做朋友 我們馬上示範 那麼 我們來看看 這個1000塊多的東西 如何能夠跟 2萬塊的腳架 產生匹配 這支2萬多的腳架 不簡單的喔 不是我在 吹噓啊 多機作業的直播呢 我們在台灣呢 應該是 讓人看不到車尾燈的 怎麼說這麼臭皮呢 其實不是啦 是因為我們有夠努力 好 Thank you 那我這邊呢 開始 幫大家玩一個東西 叫做Dori 這個Dori要玩得好 沒有撇步 沒有什麼撇步 就是玩就對了 好 袋子 好 這支Dori呢 有一個袋子還不錯 這個袋子呢 還可以背 但是你要說它能送多好 1050的東西能送多好 很可以了啦 來 Dori的使用打開 好 然後Dori的收怎麼收呢 好各位 把手握在這裡 握好 記得握好 然後呢 拉開來 這個收法是說 你媽媽你對誰有仇 你就叫他這樣收 這樣收會死人 我告訴你 看好喔千萬不要喔 然後你就會 然後再來 我 我是被砸過的人喔 傻子這樣收 會出人命 我告訴你 會讓你血流如柱 有如滿清十大苦行 那麼樣殘忍 所以千萬記得喔 你不要傻傻的 用這樣的方式收Dori 這樣收Dori呢 輕則 流血 重則呢 送醫院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好來看一下喔 這樣就固定了 固定好之後 要收怎麼收 另外一個方式 從地上收的時候 從地上收的時候 這樣子收 各位看喔 你就在地上抓這兩個圈圈 抓這兩個圈 它就直接會收回來的 好 到了這邊還沒有結束 Dori收好之後呢 我們要固定它 先做一個東西 輪子後收 輪子後收 再來 輪子後收 那 再來輪子後收 這個收法是一種收法 但是體積並沒有說小太多 那我們的習慣會變成這樣子 各位看一下喔 這裡頭再往裡面折 這個往外面折 這樣收是比較漂亮 比較齊一點點 這個是比較齊的收法 那接下來我們就正式開始 來讓你體驗各種腳架 跟它的一個結合 來準備 Open 好 再來我們要上腳架囉 首先我們上的一款呢 叫做 叫做 原墊型的 明天上班動員同仁拖一下地喔 現在在直播看地都實在是太髒了 這叫圓墊型的 這叫圓墊型的 來我們看它的腳 圓墊 圓的墊子 圓形的 圓墊型的 好 墊子圓墊型的 那這是一隻米伯的 腳架 塞進去 嘿嘿 這是我個人三十多年來從業 第一次看到有這種機種 我真的是沒見過 做工還不錯 但是沒有到精細倒是真的喔 沒有到說那個精緻啊 精緻我待會再跟你們講什麼叫精緻 必須要實話實說做生意啦 雖然是一分錢一分貨但是呢 也有出 也有它亮點的地方 它的價格跟價值絕對對應得宜 相得益彰 米伯的東西你就是 閉著眼睛買啦 為什麼這樣說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米伯的東西閉著眼睛買 它的東西就是做這個價位最好的 米伯就是在這個價位當中做出最好的 這個三腳架 它在一個價位當中就是做那個價位最好的三腳架 那你或許不相信 但是其實你到現場客人都自己在說了 哇這個價位可以買到 這種等級的這個三腳架 實在是很會好耶 好那我們再看到這個腳架呢 是米伯的什麼呢 米伯的601A2代 然後呢 你會發現現在我們這隻腳呢 其實沒有斬得很開 就是不夠劈腿 嚴格講起來不夠劈腿 那沒關係我們就把它劈開 誒誒誒誠意十足 誒誒誒誠意十足 有人嗎 有北倦 有人嗎 有北倦 有夠厲害 大家都來 有人嗎 有北倦 有人嗎 哈哈哈 你是看到唐豐在那麽 screwed 同一遊戲 日偶遝掃誒誒誒誒 exhaust 效到衧氣 真的效到 expensive 這隻三千九百九 不必須ű息 只有門司買得到 在外面9,450,4,900元 在門市3,990 我告訴你 你找不到敵人,找不到對手 这支脚架 它的油压非常的滑 那再来这个设计 这是另外在买的 告诉你啦 脚架都要放一个手机啦 要干嘛呢 我们做直播监看 还要做一些手机控制相机的功能 那我为了这支脚架 特别帮它开发了一个叫做 拍菜的辅拍架 它在拍菜摇的时候呢 或者拍一些这个手作的时候 它可以有这个东西 可以让你辅拍 辅拍什么呢 辅拍你的那个操作的台面 稳稳稳的不要不要的 那这个让你们截图一下 我是个人觉得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产品 反啊 反啊 这一支 非常得猴的一支脚 做工精细 然后它是属于圆角型的 好,接下来我们要示范另外一个东西了 好,马上帮大家开另外一个示范 就是阴爪 示范阴爪 示范阴爪 然后这个伸缩的多力呢 还可以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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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意思就是稳的不要不要的 很稳 然后这里是手机架 你不用去说 你不用跟人家讲 去说说Boss这什么型号 要去比价 这我发明的啦 你全世界找不到 这我发明的 所以你也不用比价 就我有 这支手机架呢 今天看到48.99 明天来买呢 这一支是好像一千多块 为什么它 这支手机架 为什么独步全球 第一个 你可以监看直播 第二个 我不爽我就拉下来 直接可以跟人家输赢 这也这样可以当武器 堕人家 可以手机架 再来 不是这样而已而已喔 嘿 不好意思喔 直的横的直接OK 好 进去 好固定好 直的横的都可以 这个别人的 没有我这种快拆功能 全世界快拆的 全世界四分之一能快拆的手机架 就只有我这一支 今天看到499 今天看到499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只有今天看到有 这里还可以再加 J5截取卡 再加一张截取卡 好 我来表演加截取卡 我们把这个架子锁上去 再来我们把架子锁上上去 这样的用法真的是怪机师了 但是呢 这个用法是相机在这一边嘛 那你可以在这边做导播切换 这边做导播切换 那这边没有锁紧 紧紧这样而已 就是要锁紧就对了 但是我不会傻到这样用 这样用是比较 比较白痴的用法 我会选择这样用 各位看仔细喔 我会选择 这样子看好 把它转下来 转到这边来 这样子用 转下来 好 那让这台机器在下面 让这机器在下面 然后让我们的导播机在上面 我们家的生意很简单 尽可能跟淘宝同价 不会去share你们 不会去a你们 尽可能跟淘宝同价 这里可以供电 然后手机接过来 我只要几条线 这马上就可以直播了 想要看的66666 我要开俯拍 这只脚叫的俯拍架 各位看一下 我这里是颠倒的 对不对 没有关系啊 我颠倒的嘛 这个转下来就好了 我EOP就做好了 我这样子是 这个可以做到5G作业 你只要两台相机 搭配我的手机呢 不得了啦 就5G作业了 这里呢 有个缺点 它在这一个 这样的形态下 它的重力是足够 可以cover 任意角度的摆放 那如果说 你要用这样的方式 加了这么重的东西 在这里呢 它就稍稍微微 有一点点hold不住了 各位看一下 它的阻尼吃不住 但没有关系 不影响使用 好 一样是猴腮雷的 好 这样就过了 好 那我们 只要在这个 样子的形态 这边放一个相机 这边放一台相机 对不对 这边接一条HDMI线 再拉一条线到这里 就可以进行 3G直播作业 到4G直播作业 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办到 轻轻松松可以 把你搞定 好 好 那整个下来啰 漂亮喔 完完全全不去撞车 非常匹配 再来 再下去我们要注意的是 再降下去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里它有个极限值 我们看看它能不能匹配的好 第一脚 櫃台 麻烦帮我问雅慧 各位请厂商问米柏 有没有香炉跟BABY 我要这两个产品 香炉跟BABY 香炉 拜拜的那个香炉 跟BABY 对 问他们有没有这两项产品 这是行话 各位 BABY呢 是我们这行业当中的矮角 那么大约是在30公分到45公分左右 那个叫BABY 那 但有的人不这么叫 有的人真的听不懂 那另外一种就是香炉 大概只有15公分左右 香炉 香炉就是更低更更低的角 分别有香炉BABY 矮角 低角 跟高角 那整支三角架里头呢 又分为55碗 65碗 75碗 100碗 120碗 150碗 220碗 那它的碗工的大小呢 就是作用于它的承受的能力 但这些年因为大机器很少 那种大碗工的角呢 一支都好几十万的那种 现在基本上 厂商做的比较少 那我们也 没有经营那一块 那一块都是很多好朋友在做 我们也没有去采 我们专门做的这一块是 我们那些好朋友 没有在经营的这一块 叫新市场 我们的新市场作业很简单 就是做一些 我那些朋友看不上的生意 就是这些就是 赢头小利 就是这些简单的东西 我专门做这一块 然后我做的市场是 别人没有在经营的 就是这块市场本来是不存在的 那么我就是 带着我们的伙伴 在森林里头找松露 这些松露 原本就不属于任何人的 那我们的市场是做一件事情 我们把相机卖给不拍照的人 我们把相机卖给不录影的人 够掉吧 这个市场原本是不存在的 我们做出了市场的区隔 并且建立了机会 产生今天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很努力 好 这只脚架 亮点来了 各位 我们的多力呢 我们的多力在这边 用脚踹 用脚踹 但是这躲到里面就不好踹了 好 哎哟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好顺啊 比同花顺还顺 这只多力呢 我跟你讲买回家 摆在电视上 你会看到一个三叉型 冰式的形状 那看着看着你就买冰式了 好不好 已经多少台了 刚刚他们说已经出四台了 直播继续 我们大力的给它出下去 谢谢勾一勾一 李玉富 李玉富你那边多力要赶快背 这个多力 这个多力是必买商品 你不买你就是苦工啦 我不客气讲 你省这几百块钱 不买多力这个人很多 那包括我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时候多力呢 一个要一万六 到两万看你的大小 多力在我们当年是不便宜的东西 它就是三个轮子 那我也可以讲多力 那个十年代是暴力啊 是非常暴力的东西 探大级的东西 那多力呢 卖的这么贵 也没办法啊 还是得买 那我们那时候呢 脚架十几二十只 多力却只有三四个 所以呢 每次上班大家都抢多力 那为什么要让他们抢多力呢 原因很简单 他们会迟到 摄影师一定会迟到 那你多力如果配的很多 都很齐的话 每个人都有多力呢 他们迟到的人还是迟到 后来呢 拎杯 耍表